故事最终打动人心的 还是在于它的故事内核 是不是能够和观众产生强共鸣的化学反应 尤其在古装题材的创作中 我们要做到既要有人文情怀 有情感折射 还要具备戏剧张力 那么同时更要在整部剧中 传递当下的价值观 也就是我常说的观照现实 所以是要最吸引我的 是扑面而来的年轻兮兮 复杂独特的人物塑造 以及磅礴但不空洞的故事格局 同时也会有借过玉京的正向的价值体系 剧组五小时 每天都会有很多挑战 每天也会面临很多的困难 现在很多制片人 都以匠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但想做一个好的匠人 必须还具备匠心和匠能 制片人其实不是高高在上的 从剧本改编 演员林玄 到制作馆里 以及工业化体系的构建和把控 每个环节都需要这片人了解和熟知 并且清晰的掌控 那每一步我都非常清楚 我要什么 扶摇的独立 坚守 敢爱敢恨 坚韧不拔 坚持自我的这种小韧镜 其实这种精神呢 和我本身有着很多的重合点 我觉得也会和观众产生共鸣 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你不去坚持 不去尝试 怎么知道不行呢 我决定做的事情 绝对不会后悔 主动出击 不往上淋涌 不拒风霸 这正是扶摇的价值内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